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一集带大家做的是脆皮烧肉 不难喔 在家自己动手做 先来听听切脆皮的声音 哇哦 看到画面都还是会觉得好好吃喔 这个脆皮烧肉用的是 中央畜牧的带皮猪五花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条猪五花 它很漂亮 而且坦白讲 它就算都不要再特别去咽它 其实吃起来的味道都很棒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我用刀背先把猪皮上面的杂质啊 浮油啊都稍微把它刮干净整理一下 看到还是会有一些些浮油在上面 把它处理好 这里呢我用一锅水 然后一点点姜片 这肉质很好 其实没有姜片 或者是没有米酒都无所谓的 没有关系 下去煮它 记得猪皮朝下 这一个动作是要把猪皮煮熟 因为这样在烤的时候 它就不会变硬 这是一个秘诀喔 猪皮把它煮熟 至于五花肉的这一个猪肉部分呢 其实无所谓 我刚这样子我大概煮了十分钟 猪皮朝下让它去慢慢煮 然后这边看到我又再刮一次 所以再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接着要来搓洞了 我拿了三支叉子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搓 这个搓洞的蜜卷呢 你要搓得越密 越密集越好 因为这样子你在烤的时候 它猪皮渗出的油 它才会分布均匀 比较不会有大泡泡小泡泡 而且会不会脆 其实我认为啊 跟你这个搓洞 有没有搓得很密 紧密还是有关系的 对 在这里搓洞的时候 你会让那一个 里面的猪油啊 都让它慢慢的渗出来 我要搓蛮久的喔 但是注意不要搓到自己的手 然后我在猪皮上面 你搓好洞之后 在猪皮上面 抹上厚厚的一层海盐 后来都还有一支在抹 让那一个盐渗进去猪皮里面 你放心这样子吃起来不会很咸 因为它是慢慢的把它的油脂给逼出来 这样你烤才会脆 这边看到我用的是柳松菇 还有白精灵菇 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变化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记得我们的菇类都是可以冷冻保存的 这一招真的非常好用 你就不用怕 因为有的时候菇类 你放在冷茶没有放好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酸掉了 因为它都会慢慢渗出水分 我稍微把它剥开 过一下水就好了 然后剥开 我尝试的让我在烤 脆皮烧肉的时候 跟我的菇类一起烤 但是这个步骤 我就要分两个步骤咯 然后用洗脖子把它包起来 注意看我包的那个样子 就是你露出这个猪皮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进去烤了 这样就可以进去烤了 看到这边 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大概烤了20分钟之后 我先把它拿出来 因为我要把菇类拿出来了 然后再来我就再把它包好 再送进去烤一次 其实你要用温度高一点去烤 你才有办法把那个油逼出来 然后你的猪皮才会脆 如果你烤的时间不够 你烤的温度不够 其实你烤出来可能吃起来会是轮的 对这个都有关系喔 如果你都没有腌它 你可以用我们这一瓶 泰式酸辣酱酸甜酱 就我觉得它很百搭 那你也可以在肉上面抹盐取 像我这个做法就是 我在五花肉上面抹盐取 然后我就把它先放冰箱 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晚餐时间的时候 我再来烤肉 记得你收集的肉汁不要丢掉 我就再把它淋回去 所以看到这边我还有菇类 还有小黄瓜 然后还有番茄 其实不难 对然后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隔天你要吃的时候再加热 你一样把那个肉的部分 包起来 一样露出猪皮的部分 再去回烤 这样就可以吃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